橘子说房产让您房产投资不再难 我觉得可能对你有用的我一些体会 首先呢 你要确保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合法的进行 合法非常重要 每个州每个州他都有房东房客法律 这种land law的tunnet law 你在网上社区应该那个文件你在网上是公开的都能社区到 那个文件一般几十页你要仔细的读一下 就说你在这个州你做房东 你要在这挣钱你要在这发财那你要了解这个州的法律 你事先要先清楚这个很重要合理合法的进行 那第二个文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就说你找房客的时候你就想到 我不想驱逐我不想驱逐太太太闹心太闹心了 那你就把房客找好了 什么什么样的房客什么怎么样找这种好的房客呢可能不驱逐呢 那你找房客首先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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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他的背景 你查背景的时候你特别看重第一看重的 就是他之前有没有驱逐记录 一般情况肯定是这样的之前有驱逐记录的之后 很大概率他还会有如果碰到困难他还会有 所以之前有驱逐记录的 你你你就基本不要考虑了 你说就我这个水平就我这个承受能力 我这么忙你不要考虑了 那你做他背景调查的时候你会发现 很可能你查这个信用查这种驱逐记录 他是按照一个州一个州收费的 你按照他那个rent application 或者说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每个州都查一下 但至少他贴那个租房申请 他在哪几个州你要你要叫他过去10年居住的地方都帮你列一下 那你要如果过去10年他在三个州待过那你要知道你在这三个州都要查 你不要只查说现在住在 亚特兰大乔治亚州我只查这一个州的 他之前在佛罗里达住过他在德克萨斯住过那你这几个州 你不要想着浪费钱你都要查一下 还如果是夫妻来申请的话 如果是两个兄弟来申请的话 那每个成年人都要查一下 就是都确保每个人没有驱逐记录 因为你你查到驱逐记录你去问他 你又觉得他收入挺好的 你看到他面相挺好的 你又觉得有点可惜你去问他 他一定有解释的 他可能说那个房子根本不是我住的 是我的表妹 他当时租不起房子我就好心帮他带钱的 结果他不交了 或者说我那时候突然生病了 你看我都有医疗记录 他会给你100个理由 但你知道他那些解释 可能你全归为一类就是借口和托持 你不要相信他 如果你自己特别担心驱逐不想驱逐 那你就知道有驱逐记录了 你不要你不要收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查他的背景调查的时候 他的信用要好 那信用你更关心的 如果他是欠的医疗贷款 我可能不太管 他如果是这种 就是住房违约 这种我也不太管 但其他的这种信用卡返还或其他的 就是说要按期还 这个还款信用要好 你看他的背景调查你要确保 他个人这个信用挺好的 还款记录都挺好的 可能最后你说我不能十全十美 有一些可能学生贷款欠款 可能医疗贷款欠款 或者是说房欠款 这种我可能可以考虑忽略不计 但是最好连这些也都没有是最好的 信用好 找信用好的 但是经常这种都是两面的 如果信用又好 人又好 收入又符合你要求的 这种房客多半的都住不长 因为他可以自己就去贷款了 他信用也好 他都能涨到给你两个月的房租交给你 那他很可能涨了一年 他就能自己贷款了 所以说第二点 你要看他的信用 那信用的话 你可以有几种 这种违约呀 你可以不看 但是其他的你要去看 他要有这种按期还款的这种习惯 那第三呢 你要查就是最好来的人 是有两份工资 比方说夫妻呀 或者家里有个成年的小孩 他有两个人有工资 那至少突然这种冠状疫情发作的时候 突然又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 一个人失业了 那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份工资 能够补上来 所以这是找房客 我可能想到的给你的建议 那接下来我想给的建议 就是说你对你的房客管理 你要科学合理的管理 科学 科学管理 那基本上呢 如果总结一句话 就是说你要坚持原则的爱他们 那个原则是什么呀 就是诸约 你都要按照诸约来 一号交房租 就是一号交房租 五号不交 就要收later费 就要收later费 那如果十号还收不到的话 说要驱逐 那就驱逐 你做所有的事情 你对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就是坚持原则的爱他们 就是说我很爱他们 我很尊重他们 我很理解他们 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就我不种族歧视啊 他不交房租 我不看见他们 就像杀了他的心都有啊 你对他们的爱和尊重一直都有 但你知道你要坚持原则 就像对你自己小孩一样 那下一个我想到的就说 如果他不交房租了 你知道他生病了 你知道他离婚了 你知道他失业了 你知道他家发生问题了 你知道他没办法在补齐的时候 你尽可能去通过 非驱逐途径 把他们给送走 像我一般跟我房客 我可能会说的 你看现在你这种情况 你应该这个住金交不上了 那你现在赶快 你去找一个便宜一点 大partement的 那你现在你如果要走的话 我会给你最好的review 房东review 我会把你的押金 百分之百还给你 我还给你两百块钱的搬家费 如果你把你的房子 你哪天之前搬走 把房子打扫干净 不要搞坏我的房子 那我可能我会帮你做最好的 给你最好的房东review 我返还你百分之百的押金 我还给你两百块钱的搬家费 就是如果是你觉得 现在接下来可能只有驱逐这一条途径了 那你试着去跟他去谈 很多人他碰到危机 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脑袋不响 他就在那捂着脑袋 等着下一步 等着下一步 那你帮他出主意 你看他的反应 然后你想 我还能offer他什么 我还能给他提供什么 能叫他乖乖的 自己主动的搬走 那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 我有一些朋友 尤其是这种apartment 他整个房客不交房租了 你不能断水 你不能断电房东 这是违法的 但是你可以断他的上网费 那很多时候房客说 我自己付上网费呀 我没钱交你房租 但我上网费还要交的 那你有一些出租房 如果你出租房多 或者就一个 你可以试着就说 你跟房客说 这上网费我帮 你不用交 我帮你交 上网费我帮你交 你自己开通水电煤气就行 我帮你交上网费 账号在我这 你每个月把这钱补给我 那任何时候 只要他不交房租 你立刻断他的网 这个是允许的 那你知道现在那些房客 那类的房客 你只要一断网 他就受不了的 所以就说你找房客的时候 你可以留这一手 你说我可以帮你割草 你要还我钱 我可以帮你付水费 我帮你 你到时候还我钱 但是你知道那些 都对他没有什么效力的 但如果你说 你现在因为没交房租 我现在因为没有钱 我自己也没有钱 去交这个上网费了 我现在这个网络 要哪天哪天给你断了 那这些他都会很怕的 他会把钱还给你的 就说你可以帮他去交上网费 还有就说 如果都已经不交房租了 你一想他就烦了 你现在都想着去驱逐了 你这时候跟你房客的沟通 所有尤其是书面的沟通 那你要记得 就说你不废话 你别跟他说 他说 因为我老公跑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还跟他废话 谈来谈去 跟他不废话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不冲动 你不情感用事 不冲动 不愤怒 你也不教育他 我有一些朋友 我会看到一些 他不交房租的时候 就开始像唐生一样 教育这个房客 不教育他 就那个 你教育他 你不教育他 你沟通的时候 就是 就是坚持原则 房租上 房租上怎么说的 现在是 按照房租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坚持原则的去表达 你想表达的事情就行了 那你如果说你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我还要有沟通 想那瘦瘦一点呢 那你能做的 鼓励你做的就是哭穷 你说 哎呀 看是难 现在这个冠状疫情 我们公司也都停了 我现在工资已经发不下来了 哎呀 我这个月的那个房贷 我也还不上了 你跟他说的时候 你可以哭穷 你可以说你的困难 你可以 你可以表现的 就是什么 你比他还惨 你这些可以去沟通 因为你也想获得他一点这个同情 或者是支持啊 如果真的已经决定要驱逐了 都开始去 申请都交上去了 那这时候你要想到保护你自己的安全 那我能想到的保护安全的 就是说你尽量跟他不见面了 因为见面你知道 有生命危险的 因为他马上面临这种无家可归的情况 有些人他会很冲动的 他自己本来就可能失业了 离婚了 生病了 有一些事情发生 突然现在就说 我家又保不住了 他很可能冲动形式的 你跟他就说尽量不见面 你尽量跟他不正面冲突 他可以骂你 他可以威胁你 那你就听了 你就不知声就好了 就是你不要接茬 你不要这个激化这个矛盾 等到驱逐那天 往外扔他东西的那一天 警察会来的那一天 你能不去就不去 你叫你的agent去 或者你找谁去 你自己能不去就不去 这些都是你要想着保护你自己的安全 我自己对我这些房客 我也驱逐了很多 因为那时候对情况经济不好的时候 房客也都很难 就说我不管走到哪一步 我对我这些房客 我都是尊重他们的 我心里都同情理解他们的 就是你如果能够尊重他们 能够理解他们 就是你自己 对你自己好 对房客也好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 就会更容易一些 因为我知道真的交不上房租 面临驱逐的时候 你难 你作为房东难 你知道更难的是他们 那我接下来我讲几个 我自己驱逐的经历啊 我觉得可能 可能对大家会有点启发的经历 那第一个就是我朋友 他有个出租房 他去跟这房客沟通气得不行 他就说那个 那时候我是中介嘛 他说你帮我做吧 然后他就把那房客的电话 房客的电子邮件 房子的地址交给我了 那我知道这个房客的情况 就说他是个单身妈妈 他有两个小孩 有个小孩是刚生出来没多久 然后他没工作了 他现在房租不交了 那房东跟他沟通 他不回答 然后一回答可能就是骂 就是骂 就是属于那种 有点歇尸底里的一个 这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大妈 那我接过来 我第一件事 我先跟这房东说好 你的要求是什么 那他的要求 基本上他们都没要求了 只要什么时候搬走 把房子给收拾好 他那些欠他的这个租约 他都愿意给他免的 我接到这个之后 我就买了一盒巧克力 我写了一个纸条 我到这个房客家的时候 我到那的时候 因为我去之前 我跟他联系了 我说你要Pamela 我说Pamela 我什么时候要到你家 我希望跟你谈一谈 我是你那个房东的中介 等我到那天的时候 整个那门上就贴个条 我到门上门上就贴个条 说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立刻公开 就留这样的条 那我就给他写了个条 贴在门上 我留给他 我说Pamela 我知道你现在 你很难 我很理解你的处境 但是房东现在也很难 他现在有好几个出租房 都碰到这样的情况 房租收不上来 他自己也很难 我说这是 我想跟你谈一下 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 去争取你的利益 但是你要跟我沟通 我要先跟你沟通 然后我才能帮你 去争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我的联系方法 这是我的名字 我就走了 等我走了之后 其实我一到家 我就收到他给我发的短信了 他说他愿意跟我谈 然后我就把房东 愿意给他这些条件 就是你在哪天哪天 之前搬走 可能还给你200块钱的 这个清洁费 然后你欠的房租 我就免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还帮你做一个 房东推荐 我们愿意帮你做的 那这房客 我给的条件报过去之后 房客基本没说什么 就接受了 然后就搬走了 就很省心的就搬走了 我就通过这个例子就说 我们要理解这些房客 就是我们要对他有这个同理心 或者叫同情心 我们尊重他们 说不上房主 不叫房主 这个很恼火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比我很难 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态度上 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们不要情绪用事 我们就想着 我们想有什么目标 什么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想 我们的最低底线是什么 然后去沟通就好了 解决问题就好了 还有一个例子 我是帮我中国的一个客户 管理的一个房子 他那房子不交房租 沟通也不行 就无效了 最后就走到上庭那一步了 那上庭那一天 刚好我这个房东这家人 我这客户从中国过来 到我们这边来玩 那我上庭的时候 我就带着他们夫妻去了 在那个上驱逐 驱逐上庭的那一天 因为我这个房东朋友 他不懂英语 然后我又很想跟他 显摆一下 整个这个美国的上庭啊 什么的 我做了无数的驱逐 整个都走程序 都非常简单 因为是在古内的康底 相对来说 我们在古内的康底 是对房东相对来说 是比较叫什么 倾向于房东的 整个政策呀 还整个审理 整个就走个程序就行 我以为那天 也就是走个程序 结果那天上庭的时候 是一个60多岁的 一个大妈法官 他一上庭的时候 就吃溜吃溜 不停地醒鼻涕 就他生病了 他身体状况不好 然后开始 他审别人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 给我这个房东夫妻去解说 我是现场解说 因为他们不懂英语 我自己 我自己一个是 我是我懂这些程序 我想显摆一下 这个美国的优越制度 看这个这个办事效率 然后我再想显示一下的 我懂英语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不停地给他们翻译 等轮到我的时候 上去了 法官就说 你那个注约无效 我说我有注约的呀 我们给他传的注约 他说你注约无效 因为你这是电子签名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整个电子签名 已经很普及了 2015年的时候 就整个我们中介系统 大家都用的 就是这个通过中介系统平台 我们这种电子签名 不是那种实际的签名 扫描了回去的那种注约 就说整个我们 在我们的行业当中 这是已经是 大家都接受的一个 但是法官说 你没有有效的注约 因为你这是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无效 我说为什么无效啊 他说我怎么知道 这个签名是房客签的呢 我怎么知道 这不是你这个 这不是你伪造的呢 然后我立刻就说 我说我有这个电子邮件 能够显示啊 他这个签字是什么时候 从他这来的 从哪个电子邮件来的 但是那个法官说 那还可以有黑客啊 黑客还可以倒用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账户啊 那我说不管有没有 不管这个注约是不是有效 我有没有有效注约 那你看我们来来回回 我们有电子邮件 短信共通啊 你看我跟他说了 他欠我房租 欠我多少多少钱 他回我了 他说我先还你一百 接下来再还多少 我没有来回这沟通 我能就算没有有效的住院 但是至少我这个沟通书面的 我递交的一些材料 能显示他是 我们有这个 适时的这个婚姻在这 适时的这个情况在这 他住在我的房子里 我能证明这个房子 是我是房董的 我能证明这个房客 跟我来来回回的信 他承认他住在这里头啊 但是那个法官 根本不听我的话 我跟法官 法官给我一个回答 然后我回几句 之后那个警察就上来了 我上了那么多次法庭 那个警察就在那是个摆设 我每次还想着 这个胖警察 每次在那站着 就是一个摆设 然后等到那一时候 我才知道 那个警察是来对付我的 我基本上要在说话的时候 那个警察 好像是两个警察吧 一左一右 就上来要把我架出去 那我肯定不用他架 我自己乖乖的出去了 但我气得不行 我特别生气 我出来之后 我马上就到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秘书台那边 那个整个他那个 秘书那边 我就去问 我说我这个判决 特别不合理 我现在我可以怎么做 那个秘书告诉我说 你可以签 签一个Motion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签个Motion 然后我就签了 签了回来又交了钱 签了那个表格 等回来等等等 最后结果出来了 人家就说 我们觉得那个法官 审判的很合理 我们维持原判 突然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很绝望 我自己就觉得 实际上对于这些法官来说 他们审这个驱逐的案子 对他来说 就是每天这种简直的 又繁琐 又很微不足道 不重要的事情 他们怎么审 90%他们要做的对的 你如果10个案子 100%都审的不对 肯定会影响他的名声的 但是他们有 比方说 10% 他们可以胡搞的 胡搞不影响 他们这个名声的 他说看你不顺眼 他有什么的 可以10% 胡搞的 有这种可能 如果一个人胡搞了 那其他的人 你就是再上诉 你就是再重新去申请 其他的人 很可能是维持原判 因为这帮家伙 他们 你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可能整个一个 一个康队 可能就有三个法官 去审证案子 他们几个可能都是朋友 你如果今天我审的 你明天你重新给我推翻了 那你以后你审的 要再碰到我 我可能也给你推翻 就可能我拆啊 我自己过后去拆 那这个房子后来怎么办呢 我没办法通过 那个法律的途径 把这房子收回来 那最后我只能是 没事就发个短信 没事就问一下 没事就问一下 终于有一天 这个房客 他每次回复我的时候 都会骂我 但我不管 我不关心这件事情 我就关心一件事 搬走没搬走 什么时候搬走 他有一天说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已经搬走了 我不是你的房客 你要再骚扰我 我就报警了 哇我看见那个短信 好开心呢 然后我去就把那个房子收回来了 这是这个房子的情况 那这一期跟上一期 我讲了驱逐房客 我猜啊 接下来 从八月份开始 等着每个州 每个州允许做驱逐的时候 我们这些房东 可能会有一些房东 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会面临驱逐的情况 那这是我想到的 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上一期讲了这个 驱逐的程序 这一期我讲了一些 我可能觉得对大家 有帮助的一些经验和分享 那更希望的是 你从来都不需要 你从来不需要看我这集视频 你从来也不需要做驱逐 那个是最幸福的 举字说房产 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些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